這個煎的煎麵已經很香 新鮮是黃的 大家好我是周中 歡迎收看煤氣教煮 今天要訕 этих煮�一種 早餐煮大力煮得很容易 uyorum我煮的醬汁 最重要是用鍋氣 要用鍋氣就一定要用煤氣 明火 材料就有了 最重要是大蝦 回來後就剪掉頭 剪掉爪 這些大蝦當做的時候可以買新鮮 平時我們可以買一些急凍的 其實大蝦可以做很多種的做法 例如生抽 或是XO醬 或是茄汁 大蝦 回來後就把蝦洗淨 然後融化 這樣就剪掉蝦頭 做這個蝦 其實我們現在要用九松塔 因為令蝦的鮮味帶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 你會吃泰國菜 或是熱辣菜 很多都用到Basso 因為它那邊很喜歡用這個 放香料 那麼我們呢 我們呢 我們廣東藥人 通常都會煮 配殼類 或者是田螺 我們都會用這個 紫蘇去做 或者是九松塔 那麼我們這個蝦 最重要回來 就是要看有沒有蝦腸 因為蝦腸很多有沙 因為它是吃 微生物沙 其實不一定是蝦的 其實做蟹都可以 做蟹都可以 好了 做完了 最重要就是 看看是否有蝦腸 因為有些會有蝦腸 黑黃蜗的 用牙籤就可以挑到 這條蝦腸就是在背上的 有些會乾淨些 有些會有很多有沙的 你看到會黑色的 就是有沙腸 還有呢 我們這個蝦 如果想它入味一點 最重要就是 開開背部 讓它入味一點 如果我們要做蝦 最重要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背部 撒一撒 這樣 撒一撒 撒一撒 但是呢 如果你家裡安全一點 就在肚子裡 在肚子裡 就不會弄傷手 它就要入味很多 所以鳳梨大蝦 都要在這裡開一刀 變成它入味 就比較容易 要不然只有殼 我們通常吃蝦的時間 都是算殼 但是吃了肉 就沒有味 但是如果我這樣開 它的肉也有味 我們現在已經搞定了 我開始就會開爐了 先讓它燒熱 因為蝦要先煎 先煎 煎熱之後 我們就開始煎了 煎這個蝦 最重要就是要煎得乾 要用明火 才可以煎得乾 所以如果你說要夠鑊 就要開一點 因為通常我們煎 廣東菜 都要煎鑊 所以什麼叫明火煮食呢 其實我們 如果發明火 我們盆古初開已經有火 不過火的時候 你兒無飲血 都是有火的時候 有香味 才吸引到人吃東西 現在為什麼要發明到現在 可以用到煤氣去做呢 因為這樣 我們不需要買柴 買炭 包結燒 現在直接在家 開啟動 就有得用了 所以現在煎這個 可以看到有煙 已經很香 已經能聞到 是吧 這就是鍋氣 好了 煎到兩邊 開始有乾身 有焦的色素 我們就開始要翻炸它了 現在兩邊焦焦了 因為你有這個 平火 你才會聞到這個香味 現在金黃色 變了色 那個蝦殼的香味 會分化出來 怎樣為之熟 而不熟呢 其實就是 而它的殼已經是焦灑 裡面 蝦就很快就熟了 那裡面它的肉 開始爆出來 已經代表那些肉 開始熟了 但是又不要太過熟了 如果是呢 就變成粗糙了 那我們要吃到它 開始又滑又香 好了 我們再加少許油 接著呢 我們要爆一下乾蔥 再加蒜蓉 薑蓉 辣椒蓉 再加一點水 然後再加一點 蛋黃色 然後再加些蛋黃色 然後再炒一下,讓它收到水分,讓它乾身,香味更重要 再加一點生抽,加一點糖 這樣炒,就會有鍋氣,讓它爆到乾身 之後,我們加入手蟲塔 這些就是鍋氣 好了,現在可以沾點酒 再炒一點 上碟 好了,這道H.O.醬,乾蔥爆炸蝦,完成 再炒一點,完成 這道菜式,完成 你還要炒一點,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